好的,我们现在就把鼻子给它缝合好 小狮子的鼻子 在两个嘴嘴中间 看,是这样的状态 缝的时候,中间这儿先缝一下 然后再缝它 看 一定要找到正中间的位置啊 一定要找到正中间的位置啊 缝的时候注意啊,我们要给它尽量缝的结实一点啊,多缝一点 不要只连接一个地方啊 而且,所有人啊,缝这个位置一定要缝得非常正,不可以歪啊 好了,很简单,对不对 好,下面呢,就进行大家都是非常非常在意的这个环节啊,就是它的眼睛 我们要让它的眼睛啊,里面有亮闪闪的光芒,对吗 这个光芒我们怎样能够实现呢 就是通过缝一根线 让这根白色的线啊,和黑色的反差,就形成它的眼睛的亮闪闪的部分啊 我们先来 我们要缝两个光芒,一个大光芒,一个小光芒 这时候就不需要这个了啊 好,我们开始了,从里边进针啊 大光芒在上头 还是不好看 在上边,这儿,好极了 好 那 纷在这儿啊 看,大的光芒呢,我们要给它缝两下 注意同学们啊,不要太用力的拉扯线 如果你用的力度太大的话 那么这道光芒呢,就 嵌进了这个 黑色里边啊,就看着不那么的明显了啊 那,这是它的大的光芒 然后,我们还会再缝一个小的光芒啊 小的光芒在下边这儿 如果缝的不满意,还可以再调整啊 看 随时调整,因为眼睛这部分呢很传神的,对不对 所以,我们再给它做多少次的修改 都不为过,因为眼神很重要很重要啊 好,手下整理 然后,这是第一个大的光芒啊 小的光芒是短一点的一个白色的线线啊 我们给它来一个 看 是不是有点不一样啦 眼睛里边有故事了,对不对 好,第一个光芒之后呢,我们从后背呢,给它剪去啊 剪完以后呢,大家把这两个部分呢,可以记一下 那,就这两个部分,看到了吗 哎呦,看不见了啊 把这两个部分啊,给它记一下 不要太用力的记啊 只要是打结,打好了 不影响你那个表面的这个表现力,就可以了啊 如果,这个眼神不够清晰了,陷进去 还可以这样稍稍的往外剥一下 你看,立刻就变得很有风采了,对不对 好,我们现在啊,来把另外一边的这个眼睛的光芒啊 来给它做好,一定要和它一样对称的啊 我们不打算从后边了,太费劲了 哦,第二个盒 这是一个光芒,是出自同一个地方啊 看看,它变成了一个有故事的小狮子了,对不对 第二个还有点向下 看出来了吗 它眼睛里有故事了,对不对 哦,这儿缝的不够好 小细节啊,不够满意的地方 还可以通过后期的调节啊 我们给它再一次完善啊 这位置,它们两个相差太远了 所以缝的时候啊,把两个衔接一下就可以 你在缝合时候的所有的小问题 如果发现了以后啊,都可以在事后啊 再次的补救 再次的调整 都可以在事后 把这些都弄得很好的啊 嗯,好了,已经很好了 然后,我们还会有两个小球球啊 在它帽子的 这个地方,看到了吗 小球的制法呢,和之前的 咱们这个小狮子的鼻子呢 是一模一样的啊 我们看一下小球球 用什么色彩好看 不好看 嗯,我们还是用软款的色彩吧 用色彩 用这个色彩啊 风法呢,和它是一模一样的 和它的鼻子啊 只是,一定要松松的绕,同学们啊 因为我们是想得到两个 非常具有装饰性的小球球 对不对,所以大家绕的时候 你看啊,一定要松松的绕 千万不要用大力气 如果用了大力气的话 这个球球就不松软了啊 也没有那么好的表现力了 看,我们一定要绕两个一模一样的球球 千万不要绕一个球球 就急于完成下一步啊 如果你要绕两个球球的话 那么它大小不会有太大的差异的啊 如果你绕了一个,立刻就去缝合它了 然后不管另一个了,那么 你就很难保证它俩是一样大了啊 两个球球 然后,我们用红色的线,或者是浅色的线啊 和之前给大家讲过的这个鼻子是一样的啊 就是在表面这样缝 但一定要记住 千万不要用力拉扯线 这是第一 第二,我们每一次竞针啊 一定要和它表面的这些线段 形成一个十字交叉的这样的关系 这样,我们才能把它绑住啊,对不对 不要跟它平行啊,如果是平行线的话 那么它表面的这些绕得很松的毛线 就没有办法立刻的给它捆绑住 知道了吗 你看,我们几乎每次都是先捆绑 绑好了之后,你看绑在这儿 然后再来缝 看,我们大概用120厘米啊 120厘米的一根线 能够把一个小球球捆绑得 毫无表面的那些散碎的毛线的感觉 知道了吗 所以大家把线留得长一点啊 而且一边缝合,我们一边把它 往一个圆的圆球的球体这样的感觉 在这儿呢,龟啊 看 你一边缝合一边找到要捆绑住它的这些位置啊 好,这下你发现了吧 非常非常的简单 另外一个,你看大小不一样了 因为我们已经对它做出了缝合 缝的过程当中难免会把它做出拉扯 所以会小 我们找到帽子的这个位置啊 从这儿进针大概一厘米长的位置 同时把你的线调整成为双线 然后 在一个位置啊,缝合 不要好几个位置 与这个 帽子的 库尔部分相连接啊 只一个位置就好 因为这样呢,它的小球会动 看到了吧 好了,缝好之后也固定好了 我们就可以直接的把它 多余的这根线剪断了 另外一个和它是一模一样的啊 看 现在 因为我们还没有竖片给大家看啊 现在它的整体感觉,哇,超完整 看上去超可爱的一个小狮子的形象 这小狮子老早就想给大家设计啊 因为以前给大家设计过小狮子的连体 小狮子连体衣啊 还有小狮子的上衣 但是小狮子的帽子呢,一直就没弄 因为 我总是觉得应该用咖啡色 就是颜色很接近的这些才好 但是后来一想 小孩子的嘛,都无所谓 我们 我们实际上完成一个绿色的小狮子啊 都没问题 只要是知道它是小狮子 然后色彩上 甚至我们 让它变得更活泼 更艳丽 都没问题啊 现在越看越喜欢 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啊 如果我们缝好了所有的棕毛之后 展示的过程当中 肯定有些位置是不够令我们满意的 所以 一定要通过后来的整理 包括刚刚这个位置 我在缝合的时候 大家都看到了 对不对 所以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事后补救的 这样的一个 习惯啊 不要就是开始缝完了以后 然后有些瑕疵自己就不喜欢了 只要我们通过小小的 这些 补救 环节上的一些 更改 自然就能够把它 完成到我们喜欢的这个效果 对不对啊 缝到小球的时候不要太用力拉扯线啊 只要让它这个线淹没在纹理里 从表面看不见它就行了 好 依然是和它正中间的位置啊 怎样变成长线 双线呢 就是你把有线头这部分往下拉长一点 然后和它在一起这样 我会在下一个视频当中啊 为大家详细的讲解 如果不同的年龄段 不同的头围的人 从刚出生的小宝宝 一直到大人 成年人啊 如果想织这个小狮子的帽子 帧数怎么控制 帧数要安排多少 我都会给大家一一的算出来的啊 非常非常合你的意 和你的头围啊 然后呢 还会帮助大家 把整体的比例算出来 光有了帧数比例啊到位啊 对不对 你看 经过我们非常非常细心的 各个环节的 这样的缝合整理 最后我们可爱的小狮子就完成了 稍微整理一下啊 然后我用竖着的镜头给各位看一下 它有多么的可爱 我们已经正式的完成了 你喜欢吗 下个视频我们再见啊 我们下个视频 刺客 明年